現在到我們拍就是我們先做個比論 給你東西稍微 遠景到場 五名炸灘的男子早已逃之夭夭 賣臭豆腐的攤車 前後擋風玻璃被炸得稀巴爛 把老闆嚇壞了 攤車被炸毀 就連冰桶燈箱都被炸壞 損失至少上萬元 攻擊意外發生在14號晚間8點多 攤商在屏東 就如郵局前賣臭豆腐 竟然被五名不認識的男子 炸毀車子 他說自己在這裡擺攤一段時間了 攤子被炸之前 有跟前來賣煙火的攤販 起了口角爭執 懷疑是對方叫梭炸車 疑似擺攤糾紛 引發雜灘車暴力事件 讓得賺錢養活母親的攤商 嚇得不敢再去擺攤 警方將進一步追棄 其他共犯盜案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